台湾女拳后林玉婷光荣回台 新北市特别在英哥举办了英雄游行 上千名粉丝夹到欢迎 林玉婷回到母校有感而发的说 端端几步路像走了15年一样 跟大气的回应JK罗琳说 感谢这位朋友让大家都认识了林玉婷 对着镜头猛挥拳 英哥的女儿台湾拳后林玉婷回家了 新北市府主办让英哥居民 享受这份专属他们的荣耀 一路上欢呼声不断 民众太热情 一整排摩托车 像是林玉婷的专属护卫队 网控中汇拳 一个个碰拳收礼物 楼下楼上的粉丝都要照顾到 站在站车上也要弯下腰来合照 俏皮动作连发 真的好充分 你们的学姐回来了 好充分 居然说只是从英哥国庄 到英哥国庄 短短的起步路 但是我就旁扶走了 好像15年的光影了 回到母校更是被人潮簇涌 挽入大径场两分钟的路 足足走了20分钟 感受英哥相亲如此热情 林玉婷也有感而发 回到英哥 然后看到大家这么热情 我就觉得非常高兴 因为体育 因为拳棋 然后让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也谢谢那个 对对那个就是那位朋友 大家都可以认识我 有了家乡当户队 更不会外界而已攻击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野斗场为林玉婷加油打气 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 要在英哥办一场 属于在地的一个欢迎见面会 最重要的是要把玉婷 竞技场上的这些过程 她的荣耀跟她的辛苦 跟大家分享 那也让玉婷来感受一下 我们相亲的热情跟支持 上千粉丝有节庆祝 英哥的女儿光荣返乡 记得这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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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